因為我待會有很多圖片在這裡 很多很多很趣的圖片 你如果沒看過 可惜我打算 我這個很好藝術入門的課程 今天會比較輕鬆 因為我這個時間拉長到兩個小時 中間我會休息十分鐘 盡量擺盤很多 這個線不要去蓋住就好 整理那條線 來 第一次 拿一張 大家怎麼看有 待會有細節我也問大家 這是什麼 鳳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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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看得懂 這是我們平常看的鳳梨 有上過我的課的請舉手 好 請放下 會有一些新的資料出來 來 下一張 我是畫畫老師 我在上畫畫課的時候 大家可以嗎 我懶得說 我是畫畫老師 我在上畫畫課的時候 我有一個作業是這樣 就是我會隨便拿任何一個東西出來 親切說一支筆 或是一個水果拿出來 放在你頭前 還有小片就說 那時候又跳躍性思考 就是你看到這件東西 先把它畫起來 第二次 第二張畫要根據你畫的百度 再把它衍生變成百項 第三幅畫會根據第二幅畫出來 再跳一步去變百項 隨便你變 譬如說你一張豬子 可以變成什麼 或是一個角度可以變成什麼 都可以了 隨便你變 我這個作業變成這樣之後 我剛才給小朋友看的是鳳梨 他就開始在這裏 教外作業的方式去畫鳳梨 請問這裏有幾顆鳳梨 來 大家看一看 小朋友可以看一看 有幾顆鳳梨 過了嗎 不是只有一個嗎 先講出一個 最容易認出來的鳳梨在哪裡 這個嗎 很像鳳梨 因為我要先講 這個小朋友當時 這十幾年前 他還是學齡前大班的 所以韋翁來是不會很像 雖然不會很像 可是這是他 他做的最好的一幅畫 畫一個鳳梨 再來要怎麼畫 那跳躍心思考的話 換作你們會怎麼畫 鳳梨 鳳梨的下一個 你要畫鳳梨 這個啊 右邊這個 誰說切開來的 切開來 其實切開來的話 這部分就有點問題 切開來 你想說這個心 但是它不是 它沒有切開來 鳳梨不准動 鳳梨沒有切開來 我們挑心思考裡面 這不能把你那個東西 原來那個東西 看你變成什麼 所以那個沒有切開來 那鳳梨整顆的 只是從上面往下看 就變成這樣 鳳梨 回到剛剛那一張 鳳梨 對 上面有的心 現在是觀點的問題 來 下一張 你從正上方往下看 就變成這樣 往來邊這樣 外面就一個一個 但是這個小朋友很特別 在這個邊緣的地方 寫上什麼 數字 寫上什麼數字 寫多少 從1開始 1 2 3 寫多少 27 你要原諒它 它是學靈前 不曉得一天24個小時 是27 以下做27 基本上它把它當作時鐘 把它看作時鐘 從上面往下看 是有一個形狀 但是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它賦予它的意義 把它化成一個時鐘 上面那一條一條的 就當作時間的指針在走 所以有青有青 有深有淺 在走 時間 OK 剛才這個月之後 再加一個 什麼 好像把它當作披薩來吃 一樣 跳躍進去思考 過到這段 那段 他突然差不多15分鐘後 他給我討問 他說 老師 我要一把尺 我說 你奇怪 老師 我不是給你拿來 你為什麼要給我討尺做什麼 我的畫畫課是畫鳳梨 為什麼要尺 但是我這個老師很特別 我學生要愛的時候就給他 要笑 好 馬上給你 拿去就很認真在那裡 要畫 過一陣子 老師我畫好了 都畫這個 我看著我嚇一跳 這尺我沒看到 我是等到他整張畫好 我看的時候我嚇了一跳 馬上我就把整個故事都看起來了 這個又像什麼你知道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樣的鳳梨 這是什麼樣的鳳梨 其實它這是好嘛 0123就叫那個一樣 葉子一片一片就放在這上面 比鳳梨 是怎麼看的 看就這樣 本來鳳梨是這樣 為什麼可以看到這樣 怎麼思考 在座各位有沒有學過教育的 這個小朋友怎麼思考 它是怎麼在想 這個鳳梨怎麼畫都這樣 大家有沒有答案 想看看 沒有沒有沒有 這沒有切 我告訴你沒有切 從頭到尾都一片鳳梨 切開是對怎麼切 哪有用叉子切 怎麼看 我告訴你 這樣啦 不是切啦 這樣啦 滾動啦 這鳳梨我們整粒 滾動了 它的皮射下來就變成這樣 上面 有沒有厲害 我告訴你很多老師說 有的老師說 許老師你想太多了 你把大人的思想 放在它上面 我說沒有 這裡面豬絲馬雞 豬絲馬雞都跟你說 它是怎麼想的 舉例在說 它這不是這樣畫 它進場畫什麼 這是什麼 車子 還有什麼 它不是這樣畫車 畫車的無聊 車子下面有什麼 不是啊 軌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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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子走過是有軌跡喔 所以那等於是一個 Hint 是一個暗示 告訴你 它是這樣思考的 因為它滾動嘛 如果鳳梨 首先有這裡 並且Land up 開始滾動 然後整個peel off 並一個track 並一個軌跡 把整條拉出來 所以厲害喔 我告訴你 它從 這個小孩子基本上是數學系的高材生 智商很高的小孩子 一開始3D 加上一度空間4D 再拉回一度 線性 厲害喔 厲害喔 學齡前小孩子 他在不同的向度裡面 跳來跳去 自由悠遊 這樣走 加上很多的想像力在裡面 我以前看著 我整個人就嚇一跳 心裡碰碰碰碰碰碰 發到奇才了 發現奇才了 馬上跟他父母親講說 你們這兒厲害 天才 不然趕快好好教育 趕快上出國去 趕快上出國去 趕快上出國 在台灣就完蛋了 在台灣的旁邊 你把同樣的作品 我跟他講 放在小學 老師說今天上課我們畫鳳梨 老師我畫好了 交出去 老師看在哪裡 買媽 60分 等在旁邊去 對不對 我們怎麼這樣 丟到一邊去 天才在我們的小學系統裡面 變蠢才了 天才在我們的系統裡面 我沒有騙你 我們就受過台灣的教育 你應該很清楚 要畫鳳梨是怎麼樣的像 頭一張 畫得跟他一模一樣就是像 分數就90分 100分 老師給你拍拍手 然後圍這種就等在旁邊去 另外處理 我們的教育系統是一個 非常near of mind 就是一個很封閉 很狹隘的一個教育制度 不容許這個在這個框框裡面 以外的人出現 以這個框框裡面 套出同樣類型的小孩子 一直上來 我們教育就兩件事 努力的什麼 背誦 記憶 然後在考試的時候 很快速的把它回答出來 不要思考 不需要思考 所以你數學不用真的很好 你數學可以搞高分 都在背 考試只有一個小時 你怎麼可能去思考題目 可以去想 給它有創意的答案出來 不可能 因為它變成 第一個量化了 它什麼東西都讓你勾選 算分數的 在這裡面是不需要太多的想像 跟空間跟思考的時間 都沒有 而且你幾乎可以去背別人的考題 然後去考得很好 所以我們考出來的小孩子 所謂的優之優生 是那種 沒有彈性思考的小孩子 在國外的教育不是這樣 我為什麼講這個 因為 我也有孩子 我的孩子在國中的時候 就發生很大困難 因為我小時候給他這種教育 所以到國中非常有困難 所以我後來就把他送出國 到美國去 之後他很快樂 本來是很討厭念書的小孩子 到國外之後 變成一個很有systematic thinking 因為他們作業是什麼 你知道嗎 需要作業叫你寫report 大部分是寫報告 寫報告要什麼 自己去找資料 去整理 歸納 然後講出你個人的看法跟想法 老師給誰的分數高 越有想法 越有創意 越跟人家不一樣的 你就跳出來 講到這個 這個有的人說 你不要怪台灣 本來就是這樣 我跟你講 是 在某種程度上不能怪 為什麼 以前我們在台灣 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 經過不同的階段 最早最早的改變 加工出口業 我們在市場上提供工作的是什麼 就工廠 進來要什麼人 不要你太多想法 不要你有創意 他叫你去執行 他給你的命令 像一個機器人 你講order 給你做 這樣而已 太多想法都out 直到我們最近 經濟在結構在改變 比較多一點服務業 創意產業跑出來之後 突然需要這種人 可是我們的教育 還是以前那個教育 僵化的教育 在那個教育之中 訓練出來的人 那些老師 繼續現在還在教我們的小朋友 還在教 那我們就要想怎麼回 我先不講太多 我現在要講一個故事 因為你們很多人沒有聽過 聽過就算了 講到這個 我不免想起幾年前 十幾年前 我在美國念研究所的時候 在東岸一個學校 我是念建築系裡面的藝術系 那個藝術系 他們的做法很特別 就是在學期結束的時候 每學期結束的時候 你把作品拿出來擺在前面 像我現在這樣 後面擺個十幅畫 五幅畫 下面就像大家一樣 當評審 他們叫Art Critics 藝術評論者 在下面做著 他們都是從世界各地選來 比較厲害的人 坐在下面 看我們的作品 他會給你批評 給你看法 你要Defense 就是我要 怎麼講 Defense 為自己的作品辯護 他們會挑戰你 你要辯護你自己的作品 我記得在第一學期 才剛去沒多久的時候 那是研究所 其他同學就坐在旁邊聽辯論 我才弄出來的時候 有一個日本教授站起來 說 你有沒有去過歐洲 你沒有去過歐洲 我那時候 就我的作品評論就好 你管我有沒有去過歐洲 但私底下 心裡面自己知道 自己沒有去過歐洲 自己知道 我沒去就沒去 他怎麼會知道我沒去 現在問題是這個 他怎麼會 一站起來說 你沒有去過歐洲 這句話 當然是要混在很多話裡面 可是這句話很濕 為什麼 因為那個學校 有點像是那種貴族學校 長春藤的貴族學校 那裡面的小孩子 大部分都已經 世界各國都玩了很多 然後四面健康廣 我是少數幾個 不是少數 是唯一的一個 沒有去歐洲 那時候就覺得很減少 回去 打電話 長途電話 跟我媽媽講說 今天有一個日本教授 站起來跟我說 我不會去過歐洲 我說怎麼這樣 好 這個暑假你就去 所以那個暑假 我就趕快回台灣 抱一個團 就去歐洲 去歐洲的時候 我想說選團還是趕人 所以就選了一個 都是老師 退休 在台南 有一個退休國小的老師 那時候台灣 聽說那時候 台灣經濟很好 所以大家都出國 東南亞都玩完了 大家就往歐洲跑 所以那時候那一團 只專門跑歐洲十天 就跟那國小老師 就一起 就參加那一團 我想說 國小老師都是高級知識分子 跟他們去可能比較促逼 結果我們第一站到哪裡 來 請看下一張slide 有誰知道這是哪裡 示範地坑 可是這個是什麼建築物 哪一個教堂 哪一個教堂 聖心切伯斯在後面 這個是前面 聖彼得大教堂 聖心切伯斯在後面 一個小教堂 你有去過你就知道 來 聖彼得大教堂 這第二張 還沒 好 這第二張 多大 我跟你講這麼大 人跟你講到這邊的時候 這個這麼小 你說一個雕塑多大 這上面一個雕塑 三個人高 一個雕塑 就比我們這個 天花板還高一半 一個雕塑 這幾個雕塑 十二個聖彼 以前古塑 沒有我們現在什麼鋼骨結構 沒有 都教堂 教堂去貼出來 還貼的 那樣貼的 那樣不可以 沒辦法夾教堂 那重的教堂是怎麼夾 不可能 以前十六超司機 一百二十年把這個教堂蓋好的 一百二十年 十六到十七世紀 蓋了一個世紀多 蓋好了 非常偉大一個建築 廣場前面 進去之後 人到最後問一個問那個館 幾層樓 五層樓的館 人這麼小一個 好 下一張 這個從上面往下看 剛才說的那個雕塑 三層樓高的雕塑在這裡 會在廣場 這整個義大利 梵蒂岡看出去 梵蒂岡是個小地方 不到幾千人 但是他是國中之國 世界上 統領世界上所有的天主教 都有他那邊任命指派的 教皇就住在這邊 POP 梵蒂岡 教宗的第一任是什麼 Peter 彼得 使徒裡面的一個 OK 下一張 這裡面 這裡面 這剛才裡面一個小的 教皇坐的那裡 那上面有一個 叫做天蓬的地方 旁邊這個都雕塑 剛才說的三公尺雕塑 這都雕的 一顆一顆大理石 是雕出來 放在一個Shrine 就是有點神龕 凹進去的地方 一個一個 上面也是 這都是 那光線從外面打進來 很多是自然光 那時候沒有 就像什麼電線 沒有 十六四七這些都九頭 自然光打進來 下一張 你看 自然光這樣打進來 也沒有冷氣 所以你去義大利去旅行 夏天去是很熱的 教堂裡面 可是還是很涼 可是因為那個 挑靠的空間 有對流 人雕塑 人在這裡 看 下面都是大理石 還拼花 有字 這下面 真漂亮 那一張張 還抹到一邊 可以嗎 下一張 你看 人這麼小 你們才知道那個 空間比例 上面都是鍍金的 寫文字 然後旁邊有一個一個 String 沿著旁邊 都側面可以走進去 整個從上面往下看 它的覆観圖 是一個十字架 他們以前的建築設計 從不同的角度 都做設計 從光線 什麼都列入考慮 高度 比例 比例 都列入考慮 然後下一張 它等於是 整個都是一個 藝術精品 任何一個 凹進去的時候 才有一個神看 就是這樣 有沒有 掉不同的雕塑 後面是彩色的油畫 Panel 刮牙邊 牆壁上面 前面有一個神看 有點蠟燭 你在那邊禱告 然後這邊都是杜駿的 非常漂亮 富麗堂 好 看就是這個 一般人 正常人應該是很壓抑 哇 當時 我那時候不准照相 我那個時候不可以 現在數位應該都可以 當時不行 十幾年前 還沒有數位相機的時候 看到這個應該 你會覺得很 猶然 猶中的 起了一個敬畏之心 觀看藝術品 可是我在欣賞的當下 在起敬畏之心 後面突然有個小學老師說 這也沒什麼 跟台灣廟一樣 跟大聲而已 我說這句話 這句話一吐出來之後 我整個耳朵好像塞住一樣 聽不下去了 很痛苦 抱歉抱歉 我自己的手機反而沒有處理 來 試試看 蛋公司打來的 不知道中央不知道誰打給我 等一下 等一下 OK 當那個小學老師講那個話的時候 我就 心裡想撐一下 怎麼會這樣子 這個就好像什麼 你很尊重的一個人 旁邊有人跟他打 那個字叫打打 你把一個很高尚的東西 放在很低 低鍵的位置 還說難聽的那種 那種打打的感覺 或舉例說 你看到一個很漂亮的美女 旁邊的人說那個垃圾味 你心裡的那種痛苦 無法承受 就是那個落差 我就覺得是找他 不是說我們台灣廟不好 只是說 那個樣的藝術品 跟這樣的藝術品 那個城市 跟他考慮的東西 是不一樣的 你不可以把它拉下來看 因為 我們都看見廟 我主持人 旁邊很多廟 你都有去看見 都知道 我不會把這個跟那個比 中央不管是結構 建築 或後面所有的東西 讓我不斷的在想 讓我沒辦法停止想 我那時候嚇到心裡 真是壞 好不容易以為說 跟這一團來會比較好 心裡就開始有準備了 果不出其然 結論到那個 後來我們有一站 是到歐西亞美術館 法國的澳塞美術館 社務院大教堂 有一個歐西亞美術館 去歐西亞美術館的時候 美術館 我一進去 我也是就被他畫吸引 因為很多課本上 照片的圖畫 現在看到原作 完全不一樣 你就去看一下 看原作都很欣賞 我一進去 就在看原作的時候 那些老師都不見了 我想說 奇怪 老師跑到哪裡去了 結果兩個小時 我看完下去 在咖啡店 他們都在坐在那邊喝咖啡 聊得好高興 氣氛很好 他說 修老師 如果要穿那麼久 我們在這裡就好了 我說看畫 那麼好看 我們好不容易來這座來這裡看 不用那麼工夫 在這裡又喝咖啡 你要看的話 書店就有了 買來上面都是照片 每一服都有還有解釋 我說 我整天在台灣買煮就好 我來這裡 我來這裡就要看原作 原作的意義完全不一樣 你怎麼 現在人病說 我看複製筆 反而忽略了真正的東西 就好你拿你太太照片 很愛那張照片 本人沒有感覺 是不是 就這種意思 因為每天在看太太相片 在想她 等到真到真的人的時候 沒有感覺 有這種感覺 就是這種意思 本尊你不要 你再去找替代品 人很奇怪 畢竟這樣去 我們的教育已經變成這樣 老師講完我就說 算了 再去找一個 剛好有一個漂亮的法國導遊 說今天晚上我們安排一個 因為你們來到這邊 要經歷一下這邊的歌劇院 既然要來聽歌 請著正裝 穿西裝打領帶 女生就穿完禮服 去之前我想說 幫你們安排一個法國的 正式的餐點 幾星期的去吃 剛好那個氣氛就很好 就去吃完餐點 然後到走一段路 就到歌劇院去聽歌 本來很好 我也很期待這個 結果遊覽車在載到一半的時候 有一個後面的老師說 那個導遊 跟導遊說 我們這幾天吃西餐吃的受不了 辦法撞不掉 結果他這樣一講 村的老師都附和 好啦吃中餐吃中餐 那個法國小姐也不曉得怎麼辦 我喝的時候就要蓋了 好好好一包 把大家帶去餐廳 大家去吃中餐 等一下我等他手機關起來 好 謝謝 沒關係沒關係 吃中餐 結果一家裡面都是 醋油帶的味 或是爆香的味 或是大蒜味 吃到大家 都在整身咎咪 還在走到歌劇院裡面 我就覺得很跳痛 就是說一開始 你是中餐的世界 他突然跳到歌劇院 沒有錯 歌劇院很漂亮 老師也是一聲 一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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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去歌劇 開始唱起來的時候 母親人就多久了 多久了 開始打鼻 因為剛吃飽了 也看不見 就開始打鼻了 打鼻的聲音 又很大聲 大聲跟什麼聲音 結果被法國人這樣 回來這樣 咻 我們又整頓了 都這種臉孔 我覺得很健碩 我們整頓 整頓 覺得很沒水準 好啦 最後那一團 最讓大家團員高興的 只有一個地方 我模仿跳上空無休 國小老師 我跟你說 國小老師 至少也有師專畢業 要不然就師大 我們這樣子高等教育 教出來的老師是這樣的 這些老師 是要教我們的小孩子 我就這樣想 所以我也是老師 所以在那個過程當中 我想很多 說為什麼我們老師是這樣 為什麼 哪裡出問題 怎麼幫助他們不要這樣子 我不是只有單方面說 都指責這樣不對 他們can help 也是沒辦法這樣子 為什麼要找那個理由在哪裡 哪裡 哪裡的點上出問題 當然我剛才說的那個說 我們以前是開發中國家 所以都 所有的老師都訓練去討論 除了那些衣服 都不會 只要讀書 只要讀書 只要科技 只要真正的生活 沒辦法體驗 只能看複製品 不能看原作 這樣的老師 我想說 其實我想的比這根深 我想到一些答案 跟大家分享看看 我講到一個單字 叫做 有兩個事情 我待會會講這兩個事情 第一個是這樣 capacity 能耐 這些老師 我先講能耐是什麼 capacity 英文叫capacity capacity就是度量 你的肚子有多大 比如說你現在 很多好吃的東西 放在你頭前 等於你的肚子就是這樣 我就吃了 沒辦法吃了 吃不下去 那怎麼樣吃下去 增加你的肚量 訓練你的肚子 可以吃下這麼多美食 是不是這樣子 你在希望短時間把它吃下來 只有增加你的肚量 這是一個方法 另外一個什麼 還有一個問題就出來了 它不能沒有解碼器 待會兒講一個解碼器 是另外一個東西 解碼器 我先把度量這個地方先講完 待會兒再講解碼器 度量這個東西 跟什麼有關 跟你的capacity capacity 我舉個例子 就好像講說 我懂中文 英文 義大利文 法語 英文 日文 這樣我的世界就比你的 只懂中文的世界大 對不對 同不同意 我到不同的地方 我能夠用不同語言 去吸收那個東西 表示我的度量比較大 我看到日文的新聞我就看得懂 我看到英文看得懂 看到義大利文看得懂 所以我到哪裡我都可以吸收 表示我的度量比較大 capacity比較大 電容比較大 怎麼樣增加你的capacity 語言要多 除了所有的語言 我要講的語言 不是只有講話語言 不是language這件事 語言很多種 包括什麼語言 我跟你講 會不會看東西 有看有語言會不會到 也是一種語言 會不會顏色也是個語言 我講到這個 我講到那頂老師來的 也不是全部都不好 其中一個女老師非常 年輕的女老師非常敏感 她對顏色很敏感 所以她剛到一 我們剛到法國的時候發生一件事情 她一看 法國的顏色 怎麼跟她身上 從台灣帶來的衣服不能搭 她很敏感 第一件事是什麼 馬上跑到一個店裡面 把她的整首都換起來 包括鞋子都換掉 因為她發覺她帶來的顏色 跟這四周的環境 不能融入 她覺得格格不入 格格不入她就覺得 不舒服 所以她要調整她自己 所以這個老師對顏色很敏感的 因為她看到法國女生 穿衣服這麼好看 年紀大沒有關係 那個scarf顏色一搭 就很有氣質 她也想學 馬上就把她 copy過來 就變她的 她就融入那個裡面 表示什麼 其他老師沒有反應 看到漂亮也看不到 表示什麼 她沒有這個能耐 也沒有顏色的語言 去讀到人家的好 那我現在回過來講 她們沒有這種藝術的語言 去讀到那個教堂的美 所以她就錯錯失了 我講一個是很practical 很什麼 你們大家在座一定 大部分人都是什麼 很喜歡講我是現實主義 對不對 我 好啦 大家都很會算 我告訴你 最不高的就是這個人 為什麼 去歐洲一團也要十幾萬 平均每天一萬塊錢 你同樣也是花那個錢那個時間 居然你看到教堂看不見 看到這個看不見 你白白跑一趟嗎 是不是 那對我來講 每一個一分一秒裡面的東西 都一直進來 所以投資報酬率來講 我最高 為什麼 我在享受every moment 每一分每一秒 我在大量的吸收 大量的享受 大量的expand我的能耐 那表示我把我的生命賺回來 大家的生命說實在都有限了 70 80 90 好 讓你比較厚 90歲還真心真好 頭腦很清楚好不好 不會超過90 100 到之後那個decline 那個能力就下降 所以你怎麼樣把你的人生賺回來 就是你在單位時間裡面 最有效的利用 不是去睡覺睡得沒了 也不是吃吃吃得沒了 也不是這樣無聊 在那裡發財 發財得沒了 人生每個人就一次 你怎麼樣把你的人生有效利用 比如說你來這裡上課 就是其中一個有效的利用 你參與了一個很偉大的事情 你的人生不再是那麼平平淡淡 跟法康完全不知道人一樣 你在參與 participate的一件大事情 你光是來這邊參與這件事 已經在經歷一個 完全增加你capacity的事情 我還說回去我剛才說的 單位時間我把每個單位時間 拉回來搶回我的生命 好好享受這段時間 這就是對的做法 怎麼樣我就增加我的語惠 語惠我剛才也講 除了你講我的語言以外 還有什麼 還有對顏色語惠 對吃的語惠 你能吃各種不同食物 不像我跟人家講中餐 我去哪一個國家 我去義大利就吃義大利餐 吃法國就法國 吃日本就日本料理 去英國吃很難吃的 還是可以吃 都可以 我到哪裡就吃什麼 就入境隨俗 表示我的capacity就增加 我增加的時候 我這個人單位時間 我就可以逼一般人 賺回我的生命 我們只是就很單純的 實用主義來講就是這樣 好啦 講到這些老師是這樣 還有一個問題 出了很嚴重的問題 capacity 我剛才講 除了語言以外 語言下面還有一個什麼 叫vocabulary 智慧 有人說我會英文 我會法語 請問你會幾個英文單字 所以你英文單字的多少 決定你的英文能力好不好 你不能永遠都是那幾個簡單的字 所以你所謂的語言那個範圍也是很小 所以你要增加你的vocabulary 比如說我會看顏色 可是你不能紅橙黃綠藍電子 永遠都用這幾個 紅藍有什麼 有天空藍 有Navy Blue 有Ultimerine Blue 有各種不一樣的藍色 你知道那時候 我記得在法國的時候碰到那個小孩子 那小孩子跟他媽媽講話說 I like the Navy Blue 他還會講那個海洋藍 不 海軍藍 也就是說他們小孩子已經不再用 紅橙黃綠藍電子來形容顏色 他有很多定義的更清楚的顏色 你說這青的 這紅的 不太簡單 紅粿的正 要不然女生口紅 為什麼紅色有這麼多讓你挑 因為差一點點顏色 就不適合你這個人的膚色 整體呈現來就很奇怪 你的嘴唇那個嘴巴紅的 會嚇死人的跳出來 所以你要適合你的膚色 挑適合的唇膏 那個顏色才搭配你整體 OK 要不然顏色唇膏不用那麼多顏色 覺得紅的對頭贏了就好 越來越講究 對顏色越來越講究 顏色跟顏色之間會有對話的 這就是一種語言 你可以認出不同顏色之間的差異 也就是我講剛才 你的智慧增加 比如說你不光是吃東西 你會吃中間眉眉嘎嘎 細節怎麼變化 越高級的食物 越在細微中做變化 沒辦法這樣嘴巴 撈下去就吃了 高級牛排兩千塊 給你這樣吃下去就撈掉了 對嗎 你要好好的品嘗每一口 搭配什麼樣的酒 還不能搭配太甜的 因為牛肉不是這樣吃的 對不對 你要撒多少鹽巴 多少胡椒 不是每一次都是 那個什麼沾醬 蘑菇醬 吃下去 不是 要看那個牛排等級的 來決定你怎麼吃那個牛排 適材適所 對的地方 不然那句話就走出來 叫什麼 你糟蹋了那一塊三千塊的牛排 對不對 自然熟成的牛排 給你這樣吃 幾歲就吃了 浪費糟蹋了 這樣我就講出來 十萬塊錢的一個旅行 都給你糟蹋掉了 很快就沒有了 糟蹋的原因是什麼 自己沒有那個能耐去享受那個東西 所以我要增加你的能耐 另外一個還在講什麼 解碼器 這些老師不是不想 我相信他們看到那是很想 他們很想吸收眼前看到的美景 可是他沒辦法享受 他知道他要這樣做 所以講那句話 倒不是他目的不是要糟蹋 他是 他能用的語會是什麼 就那一句話 就造出來 他也不曉得就是糟蹋 因為他只會用這個語言 我現在聽他們講話沒有錯 但是 feel sorry for them 覺得很可憐 為什麼他能拿出來語言只有這種 因為他沒有對照出來 也不知道怎麼解碼 所以我當一個老師 我要開解碼器 什麼叫碼 解碼你知道 比如說我現在跟你講話 其實我在腦袋裡面 以前有概念 為了你的原因 我用 比如說北京技 還是台技 還是日技 音技 我轉成語言 給你聽 你聽完以後 你再翻譯成自己了解的concept 進到你腦子裡面 中間有一個編譯跟解碼的過程 我編碼 然後解碼給你 那我如果用錯的 比如說 你是日本人 我自己講中文怎麼有效 沒效 那你會怎麼處理 你會諸事馬雞 這麼聰明 這麼聰明 就好像這是聖彼得大教堂 這樣的語言出來的時候怎麼辦 他只能套自己 現有的東西拿出來解釋這個現象 那一定解如錯 第一個 第二個一定是misleading 就是跑到哪裡去了 解不了前面的 解不了前面的時候就發生 這無聊 去抱怨 對不對 就開始deny 就否認他 就離開 就這樣子 這是很正常人性反應 所以他沒有這個解碼器 解碼器 誰給 我們的教育要給我們解碼器 我們的教育要給我們不同的解碼器 讓你解讀外面世界的所有事情 你今天來民政府接受法理訓練 這要一套解碼器 我現在就要給你們解碼器 要不然你們上我的美術課是在幹嘛 上高興的 上好玩的 不是 就是讓你的concept 你的概念 enlight就是打開來 知道說這是不同語彙 民政府在講法理 可是你如果帶不同的語彙進來的時候 會發生困難 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你用權力的語言 要進來解讀民政府的法理 就有問題 你如果用以前那種操作政黨的方式進來 就會有問題 你如果說台灣自己要出台灣的那種態度 來看法理 你就看不懂 你如果用local的法理來看 國際的法理 你也看不到 我講得很深 因為我是對著攝影機前面講的 你回家可以反覆的看 聽我講的 你用錯的解碼器來解讀 民政府的時候會遇到問題 就像我們講的 4月25號發生的事情 他們是從不同的語言來解讀 你們權力鬥爭 所以好不好都砍掉 不是 你在這法理的系統裡面 有很多position 你沒有位置 你out 你必須要離開 講法理 台灣沒有其他路可以走 你不能再用以前台灣人說 我台灣人要出家裡 你要按照理來走 不然你英文走不出去 你到聯合國那邊敲門 敲幾百次也不會 就說我們可能不夠努力 試的次數不夠多 那是傲人的循環 你怎麼不想 根本你一開始就覺得自己的定位 就定錯了 人家當然不會接受你 你路走錯了 現在告訴你 這是法理唯一的一條路 台灣人可以出一條路就是這樣 就回到法理裡面 只有法理保護台灣的未來 這是一種語言 它也是一個解碼器 幾天提供給你的時候 你再去看所有的 我們過去的歷史所發生的事情 你就櫻目了然了 你就可以解讀了 你不會再糟蹋這個東西了 你會親切告訴你 這沒什麼人要管理 不是 你是在糟蹋法理的事情 我要講到解碼器了 解碼器 講到這個的時候 我就要給你們很多種解碼器 來 下一張 看新的照片 這是後來剛才那位 童星講的 是Sneachep 聖彼得大人走到旁邊 還有一間 小教堂 它上面就是 米開朗基羅畫的壁畫 米開朗基羅 再下一張你看 可以放大一點看它上面 它把聖經故事都畫出來了 從創世紀 這個最有名的是這個 亞當上帝 起初上帝創造人 創造亞當 我跟你講 看這些壁畫的時候 你們沒有解碼器也是看不到 所以待會我會給你們解碼器 要了解十六十七十七 要了解西方藝術 怎麼可能沒有解碼器 你們想說這樣 鄉鄉走來就要買了 你們買一輛車子 也知道去看那個Menu吧 你們女生買個縫紉機 買個MicroWave 也會去看它的功能吧 為什麼單單看畫 你們就覺得 你們不需要受到任何教育 就可以解讀 這裡面的內容呢 怎麼可能 哪有可能 你們需要解碼器 我會給你們幾套解碼器 為了要解讀這個 所以叫做藝術入門 我要給你們解碼器 我剛才講已經給你解碼器 我說這是聖經故事 這裡面都是聖經故事 不然你給它鄉鄉看 你要知道 這麼多人在那裡做什麼 第一個在教堂裡面 你可以猜 這是跟聖經有關的 沒有錯 是講聖經故事 從哪裡講到哪裡 從創世紀講到 耶穌升天 來往下看一下 你看 耶穌後來復活 升天 這邊十字架 所以在整個聖經的故事 是把整個聖經的故事 全部在裡面畫完 聖經故事 那裡多少個故事 這個藝術家不簡單 他太有野心了吧 包括幾個門徒幾個使徒 都沒有重複 他在聖經故事沿著旁邊 這是耶穌在世界上的幾個故事 他哪裡行神蹟 講了什麼話 上面是舊約 旁邊是新約 都沒有人知道 我這樣一步一步慢慢講 你們都知道了 這是解碼器 解碼器之前 我還要跟你講 什麼是基督教 不然你還想不到 以為基督教是 勸人行善的宗教 我跟你講 這邊我給你幾分鐘 五分鐘解碼基督教 我給你幾分鐘解碼佛教 我先解基督教 因為我們現在講這個西方藝術 我剛才講什麼 基督教整個核心 不是在勸你行善 你如果覺得基督教 像吉安州這樣 是勸人行善的 錯了 為什麼我會說基督教 我告訴你 基督教跟我們很大的關係 美國 整個現代國際法 跟基督教也有關 為什麼國際法 要把國家當作人 為什麼說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怎麼有這個概念 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怎麼會有這個概念 貴旗在我們的系統裡面沒有的 所以你不了解基督教 我跟你講 我念完藝術 我剛才我個人故事沒講 我畫畫完了以後 我跑去做什麼 念的比較宗教 剛才又回到 又回到解碼器 這裡暫停 那個日本教授 看到我的話 一下就站起來說 那個James 你的這個有問題 你的顏色有問題 你沒有去過歐洲 他怎麼知道 我現在就回想這件事情 那個日本教授 看我的讀就知道 怎麼那麼厲害 我跟你講 他的level是在我好幾層以上 就好像你們在座各位 已經有經驗上過班的人 那新進的同事 比什麼工你都知道 什麼人做什麼事情 以後會出什麼問題 你大概眼睛一秒就知道 年紀大的人 看年紀輕的人 你會有什麼花樣 我都抓條條 就是這樣子 所以那個教授要看我 年輕人畫畫 什麼問題他都知道 你哪裡出問題 他就點重點 你顏色有問題 你去歐洲跑一趟回來 顏色就可以解決了 為什麼 我顏色受到教育了 我顏色的語言增加了 我顏色語言豐富了 我再來畫畫的時候 我的畫就有說服力 就這麼簡單 他有解碼器 我很希望他的解碼器 我希望我也有他的解碼器 所以過了好多年 經過這麼多事情 我才知道 了解 講到解碼器 我剛才要講什麼 我現在跳過來 跳回去 基督教解碼器 基督教 我剛才講不是勸人行善 跳一個還什麼 還不是勸你加入一個宗教 它不是一個那種像組織 叫人 也不是 也不是什麼 基督教核心什麼 如果說這些都不是 我們以前以為宗教都是這些功能 反正都缺人行善 要勸你教 那你說這些都不是的時候 那基督教是什麼 反問 那基督教的重點叫做救人不死 救人不會死 人會死 所以救你不會死 這是基督教的核心 我說穿的就是這個 那也就在這個故事裡面講完了 基督教 我跟你講基督教跟回教跟天主教 跟猶太教基本上的同源 就是猶太教那邊開始 他們講的上帝就是一個 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的上帝 是一個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 他們是叫做啟示性宗教 啟示性宗教就是 那個上帝是Holy other 就是完全的另外 不屬於這個世界的另外一個存在 他創造你 所以你就是他裡面的一部分 所以人 他們的基本概念就是 人無從用自己有限的頭腦 或者是我們的邏輯去推出那個答案出來 除非他告訴你 除非他告訴你的時候 就牽扯到英文單字叫reveal 就啟示 本來在黑盒子裡面 你不曉得盒子裡面裝什麼東西 他打開了你就看到了 就這麼簡單 那叫reveal 把盒子打開reveal reveal to you 打開給你看 叫revelation 啟示錄 打開給你看 所以意思就是說 真理這件事情 除非上帝要讓你知道 否則人無從用自己的腦袋 因為你邏輯都是被人家給的 你的生命也是被給的 你能跑到哪裡去 除非他告訴你 所以世界上宗教 基本上分成兩類 一個是人找神 一個是神找人 一個是啟示性宗教 一個是人覺得他自己 enlightenment 就發現什麼 找到答案 這兩種 就是那時候我念比較重要 最首先的分類 我剛才講的救人不死 我這個講完 我們就暫時休息一下 因為大家有點累 聽聽看 有那個 救人不死的話 你就說人怎麼不會死 人不怎麼會死 你基督教墳場 我都看過 不是嗎 那為什麼說救人不死 那我們要講這個 就要講死的定義 什麼東西就要講定義 definition 定義是什麼 原文的定義叫separation 分開 分開 一個東西切開兩邊 什麼跟什麼分開 你的靈魂跟肉體分開 叫死 沒有錯 人死掉的時候 靈魂離開肉 就要分開 沒有死是什麼 在一起 還有一種死是什麼 這叫肉體靈魂的時候 另外一個叫做 人跟上帝的關係分開 不能在一起 也是一種死 那叫靈里的死 意思就是說 即使你今天活著 你跟這個上帝沒有關係的時候 在上帝眼中看來 但你也是個死人 叫瓦西人 瓦西人 瓦西人 沒有 我在用台語的那個trick 這個救人不死的就是說 你說 你基督教墳場來的 我身體燒掉腐化了怎麼辦 很簡單 上帝創造宇宙物 祂再造你一個身體 再把你的靈魂放回來 不就活了嗎 所以在基督教眼中裡面 人是不會死的 為什麼 我這個是有支持論點的 我不是亂亂說的 耶穌講過一個故事 說上帝是 以撒亞瑟 亞各以少的上帝 是表示什麼 上帝是活人 他用現代式 I am 他沒有用過去 I was 他沒有用過去式 I am的意思是說 我現在還是 以後也是 也就是說 在上帝眼中沒有死人 我剛才講的死人是 那關係的死人 我現在都在他面前存在著 就算你今天死了 你還是在神面前存在著 只是你不敢看他而已 我剛才講說 救你不死就是 讓你跟上帝 好 先跳 不要講太深 我現在發現我講太深了 講快一點 救你不死就讓這個 再回復來往 就是靈魂回到肉體 他再造一個身體 你再回復也可以 就要復活 另外就是你跟上帝的關係 恢復來往 那現在下一個問題就是 什麼造成你會死 對不對 上帝造人就是要給你死的 不是嗎 上帝一開始是沒有死的 所以上有句話說 死因為一個人進入了世界 本來之前人是不會死 為什麼會死 講到一個字叫罪 基督教很喜歡講一個字叫罪 罪跟人講的罪不一樣 我們講的是crime crime是人跟人之間犯罪 講sin的話是against God 是對神犯罪 那所謂罪的原文又要講定義 罪是什麼意思 射箭沒有射中靶心 瞎間 沒有射到靶心 靶心只有靶心 差0.01也不行 所以罪的定義 在基督教的觀念很奇怪 射箭沒有射中靶心 所以所謂的罪有 有幾種方法來講罪 一個是你該做的 你不該做你做的是罪 十戒 他叫你不可以這樣不可以這樣 是罪 可是你該做的你不做也是罪 在基督教裡面 所以你不該做你做 該做的你不做也都是罪 所以人基本上都被圈起來 還有一個 做一次跟做一百次一樣都是罪 也就是說我小時候可能說過謊 那等於你這個人做過 他是沒有時間 我們是對 我們是活在時間底下 就過了很久以前 做過就是做過了 還有一個標準更高 耶穌講過什麼 你心裡面恨人就是殺人 那這更可怕 這個罪的定義下來了 全世界變罪人 沒有錯 所以你們就看人家講 我是罪人 我也是罪人 大家寫在生理上面 嚇死人 對不對 但是他們講的是minute 真的是這個意思 如果是這樣講的話 真的是沒有人躲得開 他的意思是什麼 他意思是什麼 我講的意思 意思就是說 今天你如果有像希特勒 這麼大的權力 可以隨便呼風喚雨 叫人家替你去執行死刑 就一堆人死的話 就一大堆猶太人被殺的話 難保你今天如果擁有希特勒 一樣大的權力的時候 你台人可能會比他更多 了解了嗎 就是說所有東西都起心動念 你的想法 只是現在沒有人替你執行 因為你有一個Nobody 沒有人會替你的話去執行命令 但是你如果站到那個位置 你講一句話 就一大堆事情發生的時候 難保你殺的人會比 不會比希特勒多 不會比他少 意思說都在這裡 所以心裡面犯罪就等於犯罪了 而且很嚴重犯罪 所以按照這個定義的話 所有人都犯罪 所以所有人都該死 現在又有一個故事產生 該死是怎麼樣 他唯一懲罰的方式 就讓你跟他分開 因為上帝有一個本性是聖結 你是誤會 他會跟你分開 但是現在問題來了 今天有一個法官 站在位置上面 犯人抓來了 這個人犯了罪 判五年徒刑 判十年 或者死刑 法官就判了 就下去了 帶走 下一個 判來 五年 帶走 再下一個 他停下來了 為什麼 被抓來是他兒子 被抓來是他兒子怎麼辦 不敢 可是他可不可以不判 因為他說我兒子 我說我不要判他罪 可不可以 不行 他就變成不公正的法官 不justice的法官 所以他做什麼一件事 法律上有一種就是buyout 就是你欠多少 有人替他付錢 他就俗出來 對不對 是不是 可是俗的人可不可以也是 同一個監牢裡面另外一個人 不可以 因為他也是罪人 他也是犯罪 crime criminal 不可以替另外一個人付保金出去 只能一個無罪的人進去裡面 把他保出來 所以就要保釋 對不對 我看看無罪的人才可以進去 可是今天 法官 擺在前面的世界上的人 都是罪人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可以替另外一個人贖罪 可是這個又他想救 那怎麼辦 最後這法官自己下來 法官唯一無罪的 所以基督教講的 上帝道成肉燈 肉身成為基督 成為人的樣式 來到世界上 就是為了為人死 就是要付出這個payment 這個代價 就是叫做贖罪祭 就是這個概念 整個基督教的觀念 就核心就在這邊 耶穌來目的就是要死 可是如果死了就結束了 只是一半而已 half story 另外一個half story 是耶穌要復活 所以待會兒會講很多圖片 耶穌要復活證明什麼 他是神勝過死亡 你才可以因為相信他 你也得救 OK 只有基督教 基督教講到最後就是這樣 簡簡單沒有太複雜 就是這個理論 講完了 所以他才會有這麼多故事 下一張 我剛才跟你講我幾點下課 二十是嗎 你待會兒量 再下一張 這希希真切伯從下面往上走 就在這裡 這Pietas 剛才看的那個Shrine 神龕裡面其中一個雕塑 米開朗基隆有做的 非常棒的一個雕塑 你如果自己是雕塑家 請問你要花多少時間 雕完這個 大理師 那是你 你的多久 你不要雕到一半 雕歪了 雕錯了 他重來 我準備二十噸的大理師 讓你慢慢雕 他每一道都不能錯 而且他表情要想好 表情還要對 不要會錯意 很多演員會錯意 那個戲就看不下去 他所有的精髓就在一個雕塑裡面完成 雕塑家不能雕錯刀子 他不能再黏回去 這樣講 事先都想好 什麼表情 做什麼刀 下什麼刀 布料像布料 皮膚要皮膚 活人像活人 死人像死人 不光是這個 聖倫馬利亞的表情要對 什麼樣的表情 他應該有什麼表情 一個母親 還是 你單單想母親又錯了 因為他生下來這個 不是他兒子 不光是他兒子 也是他的救主 他那很複雜的心情 為什麼 他不是一般人的懷孕生子 他們叫聖母懷孕 還是處女的時候懷孕 是懷聖靈的胎 所以成為耶穌 這也是基督教的一個核心 所以他看到這個說 明明是我的神 怎麼會死在我手中 他腦子一定有一個 confused 混淆 我大半輩子 我把他從小到大 我都知道他是我的神 他為什麼現在會死 這時候是耶穌還沒有復活之前 所以他整個信仰在這邊崩潰 他整個信仰的那個建構 本來期待那個彌賽亞居然死在他手中 他不知道三天以後他會復活 所以現在是in between 在那個過程當中 好啦我現在故事講的 待會兒會繼續講下去 大家先休息一下10分鐘 OK 各位好人請休息一下 各位好人請休息一下 以下念到的學員 稍後請自一樓辦公室 找一位楊小姐 新竹州曾彥琦 台南州高玉珍 高雄州汪瑋斌 鄭志偉 鄭梨婷 以上這幾位請自一樓辦公室 是找一位楊小姐 好謝謝 好成員令小姐請來找我 謝謝